请收看贵律法师薄写讲座 修行佛道的人 你要一定要记住 无真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 要尽量地宽恕众生 忍入 这个忍入 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 否则忍不下来 释放大杰圣者 佛教讲的是近西空界骗法界 不是基督教讲的 一个天堂一个地狱 一个天堂赏人 一个地狱罚人赏罚 佛教讲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 释放大杰圣者就是释放诸佛了 过去因中为一切日 为了求一切日 经无量解 行修一切难行苦行 这一般我们做不到的 在我们那个经典里面讲 释迦牟尼佛舍身未福 割肉未阴 哇 这个只开玩笑 哪一个有办法这样子的做得到 没有办法的 还要 他舍偷目脑髓 以无量百千万亿世界 使他的头目脑髓 我们说像人家画原一千两千一百万 这个都有办法 画原一只手 开玩笑就手剁给你 那我怎么办 是不是 这个行菩萨道是内财 外财通通要舍啊 内财就是 就是舍身啊 外财就是这些钱啊 这是行菩萨道了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很难啊 比如说 比如说有个人 眼睛坏掉了 我需要眼角磨 你要不要舍啊 那这怎么舍啊 行菩萨道 菩萨道难哦 这个难舍能舍啊 做阿罗汉简单哦 是不是 做菩萨那的很难 自求无上的正等菩提 一切皆是 皆是为正万法本体也 诸身之所以成大绝 而自在解脱无尽的妙用 物质本体也 就是 物质到这个本体 本体的旁边 写四个字 这些三个字 毕竟空 就是这三个字 一切究竟空性 没有任何依法可以执着的 如果我们证悟到 没有依法可以执着的 毕竟空性 那你就是成佛 所以要在舍子下功夫 放下的这个下功夫 我们人之所以为凡夫 被业障 欺负 捆住了 成人 武器就是六道 弥此 本体也 弥了 这一颗 觉悟的 自信 事故本论在 产明 你 你 物之所以 弥了 那么把清净的 变作 污染了 污染 把污染的变作清净 那污染究竟的 却是没有什么染跟净的名词 以归原之一般根本原则 第二 所以穷就宇宙人生啊 乃至无尽的时间 空间层层恰恰 万有本体真实之相啊 这绝对不是四字 世间的智慧 四字就是世间的聪明啊 四字变充啊 行会辩论的人 叫做变充啊 含有世间智慧的人 或者是行会辩论的人 这个就是四字变充 离不开五印法的一个显示 五印法就是 色作小形式所想象出来的妄想 度量 也是妄想 推理 也是妄想 所以不是这些妄想的世间智慧 世间妄想的聪明 不是无法世间的 种种执着的颠倒的度量 或者是世间 种种妄想颠倒 啊 不正之间的推理 这所能知 这些没办法了解 也不是用我们意识 意识就是一般人 啊 六根攀岩六成所产生的分别心 就是意识 思想 思想就是接受外来的 语言文字 或者历史的背景 就是思想 骗迹 骗迹就是周骗迹度 无一处 骗迹就是这个骗着 就是处处 处处执着 处处分别 叫做骗迹 叫做中骗迹度 迹就是计算的迹 度就是六度的度 骗迹就是中骗 中骗迹度就是 我们生长在这个世界 是无一时 无一刻 没有一个地方不执着 没有 包括晚上睡觉 做梦都是执着 可见这个制作有多困难突破 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分别心之所难道 乃接诸动念 接诸一切的动念 因为我们都会有起心动念 这起心动念都是因为境界而有 那么离开一境界无体 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妄想 如果离开一切境界而有体 可以做的就是主宰 那么这个就是自信 所以离境无体 这个就是妄想 离境有体 这个就是自信 我们一些提心动念 都是因为境界而有 离开了这些境界 就就没有这些妄想 比如说这些花 建立了花的观念 墙壁 建立了墙壁的观念 离开了这些种种 千差万别的东西 我们却没办法建立的观念 这个叫做离境无体 是因为境界才建立种种的观念 就是动念 自信清静心就是不是这样子的 你不需要这些境界本质记住 拥有这些观念变成一种工具 你能够画这些工具的力量 去补助众生 变成一体启用 色用归体 所以离境有体 这个就是清静自信 那么离开一些境界 无法可说 那么这个就是妄想 离开这些境界 意思就是一定要仰仗的境界 才有办法去说 那这个就是缘起的假象 放下缘起的假象 就是自信 明言 我们来安排种种的语言 来 语言 攀缘 能所不断叫做攀缘 能所不灭 不断叫做攀缘 离诸对待 对待就是能所 对立的东西 对立的东西 戏论 无意义的言论 与自信清静心 或者是与生死 无所欲斋 完全没有帮忙 这个通通叫做戏论 外道通通叫做戏论 能所 能攀缘的心 所攀缘的静 也不是我们自信清静心 绝对不是这些 见闻截肢 为什么 见起的眼睛看到 闻了就耳朵 鼻舌身叫做绝 绝就是这个意思 六根也可以用四种 去信 见闻截肢来代表 见闻截肢就是六根 六根就是见闻截肢 那么 非见闻截肢 不是见闻截肢 为什么 因为这个见闻截肢都是一种错觉 你的感觉跟我的感觉不一样 对不对 他的感觉跟他的感觉不一样 见闻截肢感觉不一样 见闻截肢感觉不一样 所以要真正一个很有素养的一个修修佛道的人 他就是很平常心 很平常心 我们正在这个大环境 我们变成我们要关心政治 但是我们不参与政治 正在这个大环境 这跟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关心他 但是我们不参与政治 这个就是你怎么讲都是对的东西 怎么讲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出家修行人就不可以这样 信徒也不可以这样 信徒也不可以这样子 反而是要是我们师父教化出来的徒弟 与利平等 一视同仁 不要去嫉妒任何道场 不要去攻击伤害任何的三宝 只要是三宝都应当欢喜地护持 内心毕竟空击 平等 底下非贪嗔痴爱 而言以道断 说不来 心形出面 要思维 思维不大 所以言以道断 叫做不可以 心形出面 叫做不可思 这两句加起来 言以道断 心形出面 叫做不可思议 两句加起来叫做不可思议 不可思不可以 不可思就是心形出面 不可意就是言以道断 这两句叫做不可思议 非思非议 唯有圣生般若方能造了 只有般若的智慧才能够造了 唯有智政 为政相应 就是智内政的功夫 方能相应 所以主要告诉大家 说开悟的人 那就是悟 不悟 那就是不悟 不能差零点一 也没办法装 虚伪不来 所谓 以如如的智 去如如的理 这个智 就是本记足的决心 理 就是空性的理 所以如如的智 就是我们本智 具足的智慧 如如是智力 就是空性的理 在前面那个如如 是不动念 在后面这个如如是毕竟空 完全不一样的形容 完全不一样的形容 如如是智 就是决心如如是智 如如是智力 是空毕竟空 空平等之理 理智一如万 体用不饿 这礼物不尽 贱物不穷 贱就是造的意思 极而常造 造而常极的个造 造物不穷 所有一观造 你又不穷尽的 心缘接触 就是不可思议 原名朗造 心缘接触 原名朗造 严满光明 朗造勾挂天空 以不二相 不二理事不二 世空不二 迷雾不二 迷雾不二 性相不二 静置不二 就是这些不二 体用不二 以不二相 动策 无疑 但有分别是事 有分别心的 就是事 无分别心的 就是自 我们要用无分别心 的智慧 一事为然 你如果一直分别心 那你就染无了 一没有分别心 这个就是清静的智慧 若起见解 激若意识 见解就是 把假象空心的东西 硬要把它安排 一种观念 这个叫做落入意识 众生就是这样 看到这个 这个比较大 这个比较小 佛法里面 大是圆起 小也是圆起 这个比较漂亮 这个比较丑 漂亮也是圆起 丑还是圆起 就是说若起见解 为什么会有见解呢 一见到的是假象 不是见到的本体 你见到的毕竟空的本体 实在是没有这种东西 你就不会落入意识 不找一程 那么若起见解 就落入分别心 那就不见到真实 真实就是没有分别 见到的真相就是无相 诸法的思相就是毕竟空 所以诸法毕竟空的思相 真如是一体的 这个万法一体凡胜 甚至不易如如之性 如如之性 离念境界 离这个妄想颠倒执着 叫做念 离念的境界 无可明 清净自信 安排不出名 无可言 讲不出所以然 讲不出所以然 而假名的第一地 没办法说 还是用一个假名 自信清净是假名 第一地也是假名 重庸也是假名 毕竟空还是假名 思相还是假名 不生不灭还是假名 通通是假的名字 可以顾 本体没有名相可说 大致的论这么说 第一空者 诸法思相也 第一空就是毕竟空 毕竟空就是诸法的思相 诸法的诗迹之相 就是无相 一切万法 无有义法 不归于儒 这个儒的含义很深 无有义法 不归于儒 儒就是空 不动的意思 我们从小啊 一直激激淫淫的堆求 忙忙碌碌的过一生 到最后化归尘土 化归尘土 就是这样子 最多也仅过 活过七八十岁 世界人就是这样子 孝子贤孙光药门庭 这样就够了 我以前也是一直在探讨说 生命到底是什么 我人生的重点是什么 生命这样子也没什么意义啊 那一天 一个观测天文的人 讲了一句话 非常的欣赏他 是一个男孩子 我不晓得他是什么名字 他说你观赏这个流星雨 观赏这个整个宇宙的天文 是中国人 中国人 台湾人 电视出来 我不晓得他什么名字 他说你能不能发表你的感想 他说我观赏了这些天文 观想了十几年 我记得很好玩 也有感触 好玩就是觉得很神秘 可以把胸量放宽 就这样子好玩 也觉得很神秘 不可思议的 但是也有感触 我们这个生命 它就是我们这个肉体 就是外太空带来的元素 外太空的 就是星球的出现了撞击 构成了这个星球 我们这个星球 从大海里面 藻类慢慢地演变 一直到鱼类 到两区类 一直到眼猴类 一直到可以独立站起来 变成人类 其实这些都离不开 星球的元素 外太空的元素 就是我们这个色身的元素 我们这个色身的元素 其实就是外太空元素 所以佛讲的 这个是我讲的 我们佛讲的 人来自观音天 是有光跟一声音 撞击就有声音 观音天这样结合而来的 我一直在思维这个道理 是不是佛陀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就说 刚才那个人没有写佛 他就说 其实我们深色身的元素 就是那个宇宙的大自然 那么我们就要珍惜 在生命里面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很感动 他能够观察了天文 观察了十几年 讲这样子的话 也很感动 你非常的认同 一个观察天文的人 久了有所觉悟 还是有所觉悟 今天我们色身元素 就是外太空带来 碳清源 对不对 碳化物 碳水化合物 对不对 都是物理化学的东西 这么一样东西是我们的 色身是一个化学工厂 这是一个物理作用 对不对 其实这个色身都不是大鱼车 我们所谓的 体会的 要深刻一点 深刻一点 万法它就是这样 早时跟晚时也没什么两样 这个都是色身 这是大地的元素而已 大地的元素多 色身的元素是啥 就任言经讲的 错和宇宙间的一点点四大 直为自身 任言经讲的多好 比天文学工的比较精简 错和 我们只是虚弃宇宙当中的 错和的一点点四大 忘直为色身 还是释迦牟你讲的话 比较好 所以啊 无有一法不归于乳 没有一法不归于毕竟空 乳则就是不动本体啊 一明诸法实相 一真法界 一真就是没有虚假 就是绝对的本体 叫做一真 绝对平等 叫做一真法界 平等的法身就是无相 不恶法门 真如法性 清净绝海 真如本纪 真如法性 清净绝海 真如本纪啊 一切色心 万法 虚妄 幻化之相 都是本体所起的作用 一切的色法 心法 万法 虚妄 幻化 幻化之相 都是本体所起的作用 也就是大光明障 一念出动啊 也就是大光明障 一念出动 大光明障 就是我们自信 清静心 一念出动 就是维系的分别之种 叫做一念出动 维系的 那么到后来 就变成出道的分别 心事所现的以幻养 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相 都是如来掌心的幻影 幻化的影像 因为都是缘起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拼命地一直研究 一直执着 一直 只是为了一个生存 只是为了一个 后代的缘续 就搞得 我们 昏陀转向了 昏陀转向了 事故 足相 这媚体啊 如果我们追逐了外相 我们就 弥昧了我们的本体 起镜子 一真 一就掉了 我们如果一直拼死 命地去追逐这个外者的境界 就一失的真性 我们的清净自信都显现不出来 这个就是众生了 你看那个百货公司一摆下去 没有几个人 说得了的 没有几个人说得了的 那是诱惑力 是不是 那汉堡店 一走过去 那个小女孩 是不是 小孩子 小男孩 一天到晚吵着跟他妈妈要吃汉堡 为什么 太迷人 我们从小到大 时间空间不同 追求的东西不一样而已 以前我们追求的就是 怕感动 没有一个感动来怕 怕感动 要不然就做什么 打扑克牌 要不然跳那个哩咖啡 跳 用一脚跳 跳 跳 又起床 你不能把我们落到的 不能把我们落到的 又跳过不久 要让他起床 这位当时要众到楼上去 常常都在跳 你家床都起床了 你真的要跟他一起没得到 每次爸爸也回家 小孩子都是玩那些 玩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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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吼下去 砰 砰你就把它砰 砰就越来越低 砰就越来越低 都疑着 所以其境之一真 不管哪一个时代 都会有种种的境界不同 只是说 复杂或者是单纯 盖然序就是诈性 你只要污染了 被污染 执着了 那么就障碍这个清净之心 合尘就是背诀 合尘 就是外在的五一六成 你要是去迎合它 那么就违背着决信 认读是之德 不然不作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知道 就不然也不执着 也无意 无助 无意就是没有能所 无助就是无所执着 无因无所作而生其心 叫做无意 无意就是无依靠 为什么 你要依靠什么 能也是空 所也是空 能的妄想颠倒执着 毕竟空 唯一存在的就是清净的自信 所的境界也是缘起 毕竟不可得 你要依靠什么 所以无依 无助 因此我们一定要记住说 嫁给老公 要靠老公 这很难讲 逃个老婆 要靠老婆 也很难 黑库 老婆也空 老公也空 有一天无常一道 你谁靠谁 不知道 所以我们习佛应当要学习独立站起来 学习独立站起来 不依靠任何人 依靠就像有点像乞丐 依靠 习佛的我们也勇敢 你要做心理准备 万一灵命中没有人注念 我照样往生 要有这种勇敢的心 要有这种勇敢的心 那你怎么知道 你能够注念呢 你说 哎呀 我希望灵命中师父帮助你 好 那比如说 好 你到美国去游玩 到美国 生病了 就像有一个法师 到美国去 重病 又发生车祸了 撞了 不能动了 结果那个法师一直希望回到台湾来 回不来 医生不签名 就不能坐飞机 到国外撞着残怀 或者是这个生病 非常严重 医生不签名 不能坐飞机 糟糕 他一直想回到台湾时 就没有这个愿 没办法 没办法 一次在一起申请又打回票 医生就是不签名 美国的医生不签名 你就不能坐飞机 死在美国 法师死在美国 没办法 最怕出国就是这样 连住恋啊 都没办法回到台湾来 就是死在美国 所以啊 谁靠谁 冷静一点 除非我们很有福报 很有姻缘 明明都住恋 对不对 没有福德姻缘 这就很难讲了 底下就勇猛地回向 解脱涅槃 深知不入本来的面目 超乎凡俗 凡乎俗子了 本来的面目 毕竟空 欺入自在无碍的化境 我们在一切变化 原体的境界里面 生死自在 勇于生死 宁为出世 不知是者为敬所系啊 不知道原体信工 不知道是幻化的境界 我们就并且并且捆得死死的 不知道有一天终归要消失 为相所福 就绑得死死的 为祸所作啊 为业所牵 随着生死之流 入一苦海 明为无名 所以一切动众生 统统叫做无名 所谓一念心生 极入三界 心生 心生这个生界 生妄想 生颠倒 生执着的念 不是生平等 生智慧 不是 生智慧就是 不生不死了 你要生出智慧 你怎么会入三界呢 入三界 在旁边写个贪生痴 这是表法的 一念心生 即若入三界 就若入贪生痴 那么要是一念心灭 贪生痴灭了 就出三界 所以要再放下 参生之的功夫 下功夫 父子从甲入空 从这个缘起 入一信空 不受一成 一点点 叫做一成 也不执着 不受就是 放下一切 连一点点的执着 都不受 虽顺法性不生不灭 利于生死 这就是有智慧的人 名为大智 名为大智 以无漏的智慧 不住这个灭盘 从真出所 普入成差 普入成差 不舍一法 随顺众生 广行化度 名为大悲 利于生死 名为大智 广行度化 名为大悲 那么这个智 卑制 是双运 就自觉觉察 他觉醒就圆满 就有一天到达圆满的境界 福慧就聚主 急着称就无上的正觉 这个就是我们人 所应当积极追求的真理 但是这个真理一胜无敌 只有究竟觉则 乃能究竟 只有究竟的居物圣能 才能够究竟 本论所成 我们啊 这个宇宙文理论所宣扬的 不过是启发真理的一般基本定律而已 因为藏经太多了 也掌握大原则 一般基本定律就是掌握的大原则 大原则在这一部整个都讲到了 如是的定律 是一般的福定的大原则 他都抓到终点了 万古不变 万古不变 尽虚空世界 不千不义 不管这个世界宇宙什么变化 佛所讲的真理永远不变 意思就是你掌握了这些一般的基本定律 一般的福定的大原则 就可以了生脱舍 做一个自在的人 没有问题 好 第四页 中间山 整个广播身为 超勤离间的佛法 建筑在清净心上 这佛法很广 很薄 很深 唯就是细的意思 唯就是细的意思 这是玄的意思 玄的意思 超勤离间 勤就是执着 超越一切的执着 离间 离间 就是离分别间 意思就是说 这个佛法呀 不是用执着 用分别心 可以见得到 都必须要放下这些执着 这些执着跟分别心 才能够品 才能够品尝 体会到正法 这必须要建筑在清净心上 清净心 清净心 就是无心 一尘不染 一尸不挂 这个就是清净心 而统色 是 出世间的一切万法 就包括了一切 是就是生命 出世就是不生不灭 的一切万法 所以万法是中本 宇宙是本体 万法的根本 宇宙的本体 盖四分六反 四分 身闻 圆街菩萨佛 六反 天人修罗 第二鬼畜生 净法 然法 自心 本具 这个净法 然法 自心 本具 不是自性 本具 也就是无始结以来 受到这两种法的存在 因此 我们的果报 因缘果报 都不相同 那么这个 是出世间的一正因果 一致建立 是出世间的一报 而正报 这个因果一致建立 善恶 罪乎 违心 所造 这个很难了解的 非常难了解的 大家念一念可以 这个违心所造啊 有两个角度 才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违心所造的这四个字 违心所造 在圣人 在圣人来讲 自觉 圣志的角度说 彻底的 拘惑的圣人 这些 都是他的影像 不管正报 一报都只是影像而已 对圣人来讲 他可以穿墙 走壁 他所有的宇宙的正一二报 都是心所影现的 一个像而已 所以 他的本体跟像 变成不二 因此 生死自在 来去自如 这个是站在绝对的 圣人的 违心的角度来说的 第二种 违心所造 是站在凡夫的角度说的 就是感受 就是feeling 他的接受 就是错觉的角度来说的 这是怎么说呢 譬如说这朵花 很漂亮 那是因为你心情好 就是你先生突然 车祸死掉了 留下了三个孩子 又没有经济能力 你今天来看这朵花 你怎么看都看不出 他的漂亮的存在 他的接受 受到 内外环境的影响 他的心的感受 变成跟一般的正常人 不一样 这个也叫做违心所造 就是他的接受的感受性 完全依客观的环境存在 是一种是 妄想颠倒执着的感受性 来说 万法违心所造 就是每一个人心的胸量不一样 持着不一样 千金跟人都不一样 看着这个世界有多层次面的 简单讲就是多元化的感受 这个来讲 万法违心所造 另外一个角度 刚刚所说的 圣人的角度 彻底的突破这个像的之中 真正的进入深入的禅定 用多乐的智慧开采自信的定 它产生了易生生 易生生就是随着意识 产生的一种生 色生的生 易生生 就是意识的意 生 生长的生 出生年月的生 生 就是身体的生 就是易生生 随他的意识所造之处都没有障碍 这种 违心所造 就是绝对的圣人智慧 智信的定律 突破这些 依正因果的 因果的源起的 连锁性的障碍 都不起 编导 分别 执着 有深入的禅定功夫 这些通通对它没有作用 所以真正的是一个绝对的心体 这个来谈论违心所造 所以因此我们对这个违心所造 大部分都是体会在这个众生的妄想 执着的接受 来说这个妄法违心所造 简单讲就是 你的念头想什么 这个境界就是现实了 你现在心情很好 随便插两朵花 你就说很漂亮 你现在心情不好 来听课 刚好跟先生吵架 吐在那个地方 法也听不进去 诶 师姐 灰差点有水吗 嗯 嗯 他的心完全在想他先生的事情 他没有时间去感受这个外在的美 所以一切的万法都以内在的起心动念而受到影响 而受到影响 所以调整内在远远的超过调整外在 那能够有内在外在相互调整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所以维心所造不是我们一般凡夫所能够体会得出来的 六层境界为一世所变 这个更难了 我们的这些色身相畏处法 竟然是我们意识自明所变远出来的 圣经牧尼佛在维世协里面他就说 坚固的妄想 坚固的妄想 什么叫坚固的妄想 就是我们本来有一个绝对的心事 可以来去自如 可是我们被五蕴射受想形式 这五层坚固固住了 就像鸟我们的灵性 灵性就是比如一只鸟 一只鸟被五层的牢笼固住了 被设法受想形式 这个霸得死死的 挣脱不了 我们完全不了解 是因为这一天的坚固的执着 有一个色身 辍取宇宙的少许的四大 溢水火红 妄认为自我 不晓得这是违心所造的 这个色身 所以圣人跟发挥有什么不一样 圣人你杀不是他 你绝对没有办法杀死 释迦牟尼佛这种大圣人 没有办法 一点都没办法 何以故 圣人这种违心所造 包括你一些刀子 刀子 地水火红 你碰到他 都没有作用 为什么 他悟到这个都是新的东西 尼萨不是圣人吧 你六指头 你把头伸出去 就砍了 砍不死他 你砍不死他 方知道这个是违心所造 而且有真正的深入的定境 定境 我们没办法 我们连一个色法都突不破了 不要说五蕴 不要说这个色 做想 行事 一切设法 了解是缘起 一切接受 都是错觉 不是苦受就是乐受 不能就是不苦不乐受 不是忧受就是喜受 是世间不能离开这几个错觉的感受 所有的感受都是错觉 对不对 想一天到晚都是长幻想 想就是执着 影像就是想 就像摄影机 摄影起来把笔片洗出来一样 我们在想看到什么像 啪 影像落入我们的记忆 然后加以整理 然后利用我们这些远起的假象 来作为推动我们生命的一种工具 而我们一直自主 它是实在的东西 这个就是实在的东西 他不晓得有一天他会烂掉 就是就算知道有一天会烂掉 他的影像也一直没有办法突破 想看到一个美女 始终没有办法忘掉她 叫我如何忘掉她 你一个认识好好的受着她 也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子 他也是几根骨头 大小便也是一样 女孩子也是一样 夜经啊 大便小便啊 马赛啊 皮赛 你都从怎样 他自己化妆起来 哇 够漂亮的 这个像 啪 影像 落在影像起来 你想死他了 你想死他了 他就是想第三层 第三个劳关 你五十种阴谋的第三个想 想阴谋 我们一点都没有办法 第一个 行阴谋 行去刹那生命就是行阴谋 刹那生命就是行阴谋 受想行 这个受想行 行就是刹那的意识 刹那的意识的执着 推动的一种执着 二六十中包括我们做梦 包括我们 想着都没有办法忘记一个假象的我 没有办法 包括这些缘起的假象都是固执的 好像一层不变的像 我们也知道它会变化 可是就是放不下 从每一个动点上 它其实都是分灭的 都是无相的 但是我们这个影像 整体性的原体的影像就是一词 使之不放 第四层突不破 第五层就是刺 受想行刺 刺就是包括维系的分别跟维系的执着 我们所讲的就是潜意识 其实潜意识是第六意识的深层 并不是第八意识 世间人心理学家所讲的潜意识 是我们所讲的第六意识的深层部位 凡夫哲学家心理学家 没有办法去了解什么 就是第七意识第八意识 这种维系的东西 第七意识跟第八意识 只有圣能可以觉察 只有圣能可以觉察 就是阿罗汉都没有办法觉察 那维系的刹那生灭的变化下 没有办法 就像大海里面深层部位的潜在的河流 第七意识跟第八意识 就像河流的深层部位那种创脑 这个水面看非常的平静 水面看非常的平静 在水深的地方 哇 那个水流很快 我们也是一样的 眼睛一看这个人好好的 一看好好的 但是呢 我们仔细地观察 他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 就是变化 第七意识第八意识 连阿罗汉都没有办法解察 何况是反复 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突破这五应圣 色受想行事 哪来的什么义生生 哪来什么世事无碍法界 没有办法 那么今天怎么样呢 理论之道只能提起正念 正定 要提起自信之定 那倒是很难 没有开悟 所以说这个六层境界 唯一事所变 为什么讲唯一事所变呢 你是因为坚固妄想 这四个字很重要 其实因为你 那么执着 是执着到是根本尸骨不化 就是坚固妄想 就会变现六层的境界 无时无刻 每一分每一秒 没有办法忘记这个我 没有忘记这个延起的假象 都以为认为 认为这个是实在的 有一个实在的德 有一个实在的思 有一个实在的思 一切诸法为一缘起 进法界通通是这样缘起 缘起就是息息相关 互相建立的一种关系 没有办法 譬如说太阳风一吹 离我们几万公里 这个太阳 几百万公里的太阳 太阳风一吹 地球电子的系统全部停摆 太空船停摆 电脑停摆 太阳风一吹 太阳风就是太阳表面所燃起的 太阳怎么形成的呢 太阳 如果你把它想像太阳是一团 像地球一样 地球一样 这样子 圆圆的 然后就是一个燃烧物 哇 惨了 那不是这样子的 太阳的元起是宇宙当中 所爆发出来的旋转 旋转当中它产生速度 热能的高速度之下 产生跟热能 热能一直速度非常快的旋转 一直旋转 气爆 然后因为离心力 引力跟离心力一直拉引关系 一直牵着一个月魂越大 越魂越大 欸 牵着太阳的出身 所以太阳是一团气 非常强烈的气 里面有氦气 氢气 它一直在做气爆 气爆就像炎子弹一样的爆发 炎子弹一样的爆发 炎子弹一样的爆发 炎子弹爆发气 那我们看了太阳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圆圆的光 很亮的 很亮的一个光 这个就是 当它在形成的时候 是有引力跟拉力 一直循环 碰到太阳外界的这些 没有集合 凝聚在一起的星球 没有凝聚在一起的 冷却的就是星球 冷却的就像地球 它是太阳系当中散发出来了 一块岩 岩石 大的岩石 这个岩石以后再经过撞击 撞击因为有引力 因为撞击 你本身就有磁场 引力撞击 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就像面粉一样 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然后冷却 冷却就变成星球 星球 太阳可不是这样 如果你还是不能了解 如果你还是不能了解 你看地球的内部 岩漿 岩漿的温度高达到 一千 一两千度 甚至高达到五千度 五千度 那么太阳的这个 表面的能量呢 高达到十万度 一万两千度 那没有任何的物质现象 太阳的光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高达到四十五十度 距离几百万公里 都有办法达到这样的高温 我们地球的 地球的内部的岩漿 才一两千度就变成一体了 就变成一体的 哪里这个地球的表面 六千度到一万两千度 它怎么可能变成固体的东西 固体的东西 就是冷却的东西 才能变成固体的 所以这些星球一开始 通通是气的东西 这个气体的高温 十万度的高温 一百万度的高温之下 没有一样不是气体 气体又 越离太阳的东西 它就越冷却 越冷却 越离太阳的地方 就越冷却 这些气体 冷却得差不多了 就叫做新生命 冷却久了 就叫死行星 死行星 越冷却就变成坚固的一个像 岩石一样的 岩石它就是凝固 那地球的岩漿就变成一体 一千 几百度就变成一体 那一千度呢 那就变成气体了 那是十万度呢 那太阳的这个温度 十万度 那这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固体的东西 所以你不要 物理学不知道没有关系 天文学不知道没有关系 这样这么简单的特论 如果你不懂 那很惨的 对不对 几百度的东西都变成一体 岩漿啊 超过一千度 它整个变成一体 何况太阳那个表面 几千度的东西 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固体 在那边燃烧 所以科学家计算过 如果让那么大的太阳 那么大的太阳 一直燃烧 三千年就燃烧完了 所以因为它是气爆 氦气 氢气的气爆 一直可以收回来 一直可以气爆 循返 一直循返 气爆以后再结合 结合以后再气爆 一直循返 无止境的循返 一种气爆的循返 就是这样子 太阳有一天 在一百亿年以后 它也气爆 燃烧完了 慢慢慢慢变成一个火红 再来变成暗红 暗红 暗红以后 就表示铁质越来越多 气爆的氢气氦气 没有了 铁 F3 所以铁质越来越多 就是太阳最后的生命 就是很红 红的就是已经没有光亮 就像铁片 替平的不安安 铁有深层的部位 一直往太阳的中心 一直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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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没有办法承受 没有办法爆开 太阳消失了 所有的四周一行星 因为引力 太阳的引力爆裂 整个太阳系全部死掉 这个生命的体 太阳体系就整个消失 整个消失 那么有一个观点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经过春夏秋冬 认为我们的地球每年 都是在一定的位置 就是严重的错误 严重的错误 太阳带着十一个行星 这样一直绕 是一直动的 太阳每一秒 以八公里的速度 沿着银河系的中心点 带着十一个星球 就像毯子一样 这样在移动 那么这样在移动 因为它所到之处都是虚空 所以虚空不管你移动到哪里 都一样 今年我们看到的虚空 其实跟去年所看到的虚空 跟我们春天 今年的春天看到的虚空 其实已经不一样 已经移了多少公里 几百万里 整个太阳系都移动了 所以今年的春天 跟明年的春天 我们的地球 其实已经离开原来的虚空 整个太阳也离开了原来的虚空 所以太阳是恒星 是严重的错误的 这是人类有限的这个知识 以前有限的知识 说太阳是恒星 这根本就是错误 太阳它会整个移动的 它整个是一个星星 它整个会移动的 说太阳恒星是因为 你没有发现它 后来科学家才证明 释迦摩尼佛讲的是对的 世界没有一样是禁止的 只要你有意识夜报 你只要你的意识夜报 所存在的意识 它统统在变 我们是正义恶报 是八字田中 唯细的坚固妄想的一种执着 所以外太空跟我们 都有息息相关 息息相关 那么因为 因为我们今年的春天 跟明年的春天 看起来都是一样 几乎都相同 其实不同 因为虚空整个移动 它虽然虚空移动 但是因为虚空 它是无相的东西 它虚空是无相的东西 所以你看都是一样 虽然不一样位置 可是看得通通一样 变成一样 那么这个圆形的东西 整个法界 通通有影响 这个法界通通有影响 太阳系 它会影响整个银河系 虽然影响一点点 银河系 会影响无量无边的银河系 银河系 再影响超新情细 再影响宇宙的中心点 所以这个宇宙 有的是膨胀 有的是收缩 有的是收缩 膨胀的生命 它就是越来越扩散 有的宇宙 它是越来越浓缩 拉力 引力 越来越强 一切都是因缘起 如果没有那个因缘 你强迫这个因缘 你绝对活不了 你以为这个因缘法非常了不起 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更伟大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是在有限的物质现象所产生的相对论 质能互换 质能互换 色空不二 可以这样讲 互换 这个叫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能量可以化作质量 质量可以化作能量 复法的就是决对论 因缘论 那就更厉害 那是更厉害 为什么是更厉害呢 因为这个所有的都不能离开这个因缘 譬如说大海 整个大海 我们这个大海 譬如说我们丢一个石头到大海里面去 咚 我告诉你 整个大海都移动 为什么 这个分子撞击 这个分子撞击 这个都撞击 只是因为它力量太小了 你没有办法去觉察 要是菩萨就能觉察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一样 这个元击法 无量如边的星球都环环相扣 因缘不计足 你要是强迫它 没有办法生存的 譬如说 把一个人移动到土星去 移动到土星去 土星 土星的地心引力 木星 土星木 木星是最大的 木星或者土星 它的地心引力 是地球的12倍 到24倍 这个多可怕的地心引力 那么好 我们现在地球的人活得好好的 你把用太空船 运到这个 运到这个 木星去好了 放着 它跑不起来 像我的话 50公斤 50公斤 到木星 地心引力12倍 地球的12倍 变成600公斤 600公斤 人一放下去 腿马上断掉 如果我们一个人 反而运到土星木星 放着 人爬不起来 两条腿马上断掉 为什么 他要搬600公斤的东西 他怎么搬 公传去到那个地方 停下去 爬根本爬不起来 为什么 你再大的公立 都没有办法离开 它的引力 没有办法 你要摆出了 木星 那种大的引力 你太空船 一停下去 你就爬不起来 飞不上来 是地球的12倍 那我们如果到 夜球去的话 可以活 可以活 夜球是 引力是我们 地球的六分之一 体积小 体积小 我现在比如说 50公斤 64公斤好了 54公斤好了 我到夜球去 剩下9公斤 剩下9公斤 走路会飘 驾不上去 要排八包 还排八包 要排八包 要排八包 压这个重量 那种东西你要火 没办法火 短期间可以 为什么 它没有地心引力 它没有地心引力 盖子就没有办法成长 盖子就没有办法成长 也许生活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到夜球 生活了三个月 你就回到地球 你不能走路 你一定要在休息室里面 休息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甚至一个月 如果你到夜球 生活一年 回来 你下飞机 下这个太空站 下来 你站不起来 你腿马上站亮 增加六倍的力量 马上站亮 没有办法火 环境 也是因缘 环境就是因缘 所以我们了解宗族的法的存在 释迦牟尼佛 也是因缘论 因缘论 它发现了绝对的违心论 绝对的违心论 非常了不起的 那么这个相对论呢 是寻着 以这个我们现在的地球 有限的这个地心引力 来做一个发明 来自于我们光束 来作为一种最快的 那世界上有一种最快的东西 比光束更快的 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 那爱因斯坦不懂 爱因斯坦不懂 在向上来讲 释迦牟尼佛讲的延期论 比它相对论的高超了多少 在新法来讲 爱因斯坦根本不懂 释迦牟尼佛讲的绝对违心论 爱因斯坦根本不懂 连门都没摸杀 门都没有 因此 科学家 是绝对远远没有办法 比不上佛陀的一根寒毛 出发违心所变 因言所起 因言所起 那么这个因言所起 还是离不开心事 还不是离不开心 违心所造 所以那么这个因言起 我们了解这个 就了解我们生命 我们的六亲 我们的朋友 都是远起的 一环环 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 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 简单讲 都跟我们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要 好好地处理这种公关 好好地结这个善缘 那么 儒家的思想 常常讲 多行不义 必自毙 多行不义 必自毙 为什么 你在元七法里面 就为恶 你在元七法里面 为恶 跟这个人得罪 跟那个人伤害 你一听到 你就想占人家的便宜 到最后 大家通通远离你 都是唾弃你 就是你自己 把所有好的因言 全部断掉 你当然多行不义 必自毙 对不对 为什么 你到处都是结恶言 你怎么会好 好下场呢 对不对 你都不把它控制 一个好的因缘 都不结好的因缘 我要这样就这样 我讲得通通对 我就是皇帝 对不对 你觉得你这样好吗 不 大家好 才算好 这个团体好 才算好 这个佛教好 才算好 这个国家好 才算好 自己一个人好 那你 哪里有算好 对不对 大家都讨厌你 知识自利 所以啊 施比受更有福 就是这个道 施 我们这个缘期法里面 都结个善缘 恳不施的人 得不顾必有灵 是不是 那你就不怕别人伤害 平常你的表现 就是在缘期法里面 跟人家结这么大的善缘 所以以前的一个 一些法师们呢 高僧大的 身上只要有钱 他就拿出来打责 他绝对不存钱 不存钱的呀 这些寡单的老贪的 他的身上不存钱的 你拿起来 见道场 做佛像 进京点 他住下来 那牛三姊姊姊干什么 这没有用 对不对 他不是等到死的时候 我才布施出去咯 那么在家祭司当然需要钱 所以这很多的高僧大胆 他有这个清定的风范 他身上绝对不留钱 你一毛钱都把他打死的 心里 你命中他一点都不会贪 那我是代表常住住 我不能这样子的 我全部钱都打死了 三十个工作人员怎么办 下个月薪水怎么办 这是不可以的 我的立场跟你不一样 我要保护他 但是我不能占有他 我要保护这个常住的财产 这我也是无贪 对不对 他们可以这样做 他们有钱就可以拿出来打栽 对不对 可以分给大家 那我的钱拿出来分给他们大家 那这些房子再跟我分财产就好了 不要修行 对不对 开玩笑 对不对 那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立场不同 不过不贪的心境是一样的 你们拿出来布施也是一样的 我不拿出来布施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的 不求我说的都是在 我讲的都是实在 我只想保护他 我没有意思要占有他 你看讲的多好听 你刚才都说这样 没法度 你的心境都没法度 拿捏的很准确的 是不是 好了 是唯一源起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个源起法 掌握也 多解善也 你不怕牺牲 不怕牺牲 不 我们不怕 比别人更辛苦 不必计较 医治 而成就 清净庄严 无为法的种种 行圣 差别 医治 医道智慧 而成就了 清净庄严 无为法 清净庄严 无为法 就是无相 本来没有什么阶级 没有什么 咸圣差别的 可是就在空性 毕竟空性里面 建立种种的咸圣 差别相 这是不得已的 为了众生 为了众生 如果误到 误到的人 他就是 知误 佛心 基心 基佛 他没有什么 彻底的东西 他万法都是平等 基菩提 涅槃 自在 解脱的 净法也 那么就是 菩提 涅槃 自在 解脱的 清净之法 所以医治 就分别心了 分别心 那么依照分别心 而建立一切 这些世间有违法的种种 是凡夫的境界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 我们所建立的通通是一个执着生灭的一个世间 凡夫的境界 也就是所谓的无名烦恼生死夜戏的人法 我们现在所建立的就是无名烦恼 那个生生死死死死死生生 夜戏被这个夜捆得湿湿的 夜戏染法 不清净之法 立在那种分别间 没办法突破 这条邪忍入一点 无真 没办法 心情好的话 无真 心情不好的话 对不对 就很难讲了 所以说我们看到什么 深处什么 看到什么 分别什么 被我们自己的念头捆得湿湿的 打不开那个解 此所以为宇宙万法之大本也明以 那么这个是以作万法的大本也 意思就是无量无边的世界都离不开佛法的理论 也只有佛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也只有佛法 所以说这些世间的大官到最后 世间的企业家到最后 如果没有找到宗教的依靠 那么今生今生也是白活了 白白的来一趟 不清净心的就是第一地 乃一代圣教的核心思想 一代圣教的核心思想 所以说说法离开第一地 不明说法 不明说法 离开了原体因果也不明说法 所以佛法一定离不开 体相用 因缘果 势力 法有八个角度 一个人他会说法 偷袭一件事情 一定不能离开这八个角度说法 体相用 不能离开因缘果 不能离开理事 理事是一对 体相用是一体三面的 那么因缘果是极因极缘极果 因就是缘就是果 一体三面的 第一地是一代圣教的核心思想 离燃环境 离开了污染 回到原来的清静 明测 自新 最上圣法 一看一切杂栏 恢复到清静 明测自新 最上圣法 也就是波勒的真志 波勒的真志 波勒的真志 而是究竟了意之道 了意 是对不了意所说的 了意是私教 不是全教 不了意是全教 方便 所以了意就是究竟 究竟就是了意 了意就是究竟 不是善巧方便的 善巧方便就是不了意 不究竟 显密宗教一切法门 显教密教 宗教的一切法门 接入第一地 说法 离第一地不明说法 离开第一地说法 不明为说法 该同意 见性为规 因为见性才能成佛 成佛一定要见性 离一地一地 就不是究竟 只为圣自的自证 自证 中间 自证的中间 写一个内 自内证 内外的内 内外的内 自为圣人的智慧 这是自己内在证悟的境界 自证就是自内证的功夫 就我们所谓的开悟 只有自己知道 自证就是自内证的功夫 那么这个圣自的自内证 跟宏愿设施的差力 宏愿设施的差力 就出国菩萨的加倍了 大家要发四宏四愿 众生无边四愿度 反而无边四愿断 反而无量四愿学 佛造无上四愿成 所以出国菩萨都发那么大的宏愿 那么大的宏愿 对不对 阿弥陀发四十八大愿 那么耀师佛发四二大愿 观世音菩萨也发了十几个大愿 所以说人家都发那么大愿 有时候我们想一想 实在人家地藏菩萨都发那么多的愿 有时候想一想 就像我们同学讲的 我们男仆都说 有时候法师会开玩笑 你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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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看这关切丝人 今天世界宇宙当中最好的 科学最发达的国度 阿弥陀佛 愿力鸿生 我们也没办法冲着就给了这个 我们也没办法 圣神的说 你怎么没办法呢 圣神的人都包养吗 我们要宠宠 你要宠宠吗 对呀 所以说我们有照念就好 照念就好 看你要发什么愿 你要发观世音菩萨的愿 照观世音菩萨的愿 照念就好 那师父那你发什么愿 不晓得 我到现在没有啊 我没有发什么愿啊 我男仆都受那个法师影响啊 文仰人 得跟伯总佛萨金 旧古旧人观世 晓得有事好吗 那说法是世间万一佛嘛 就是密宗大日如来 那这大观都发了 那跟他说得好像假的 他在做什么 因为他觉得 但是一天没睡就睡去吃 又不过就地上去救救众生 爱说笑 爱说笑 所以尽心尽力的去做就好了 看到那种佛菩萨发那个大怨 但是说不了 真是吓死人了 对不对 像我们去打佛基那个陈文中发怨 说 哇 大家发怨了 说你发什么怨 我发怨七天不洗澡 看你也辛苦毕 吓死了 你这样发这个怨 真吵 还不可以说话 我说 打佛基 又拜佛 一天拜一清拜 主因法师的佛基 见面不毕 都流汗 发过七天不太辛苦 现在真不简单 这真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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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佛菩萨的艳力实在不可思议 那么应聚的认识跟礼律 我们要认识以及礼律 做简略 而且具体的阐明起见 具体的阐明起见 那么缘于是乎集这个荆教药庙 药就重点了 庙啊 不可思议的教理教乏 于是就集合了荆教的药庙 以及古今贤则的法语 初期输药 输牛 最重要的输牛 嗯 错 就是简则最重要的 以说明一般言者 简则这个最重要的一般言者 否则山上社会经典那么多 你没有把这个重要的原则领出来 那你怎么修持 所以它的后面就等于修行的公式 按照这样的公式去用功 就一定成就 首节总说般若的义气 般若是诸佛之母 所以第一个 手中智慧 学佛 第一个要学智慧 那有智慧的人 那不可能受到任何的外在的影响 那有智慧的人 那新的尽道的基点啊 好 才不会这么简单 就被人家洗脑退道心的 没哪那么容易的 有不得智慧的人 是什么尽进来 都是唯心所造 依法不依人 法在他内心生根 你动不了他 他坚持的原则 一直到他成俗 不改变的 于为分说一般原则 波勒是一切修行的根本 义气它就是意理跟趋向 第一节总说波勒智慧 它的意理跟趋向 波勒说完了 其他讲一般的原则 也是见性的要义 见到不分不灭的重要的意理 也是构成离言妙子的公式 因为语言 那是假象 是符号 那只是符号 佛徒的心 逆心的深处 就叫做妙子 妙子就是佛心 我们要体悟 是体悟到佛的那颗心 而并不是在语言里面打转 所以透过语言 让我们慢慢去体会那佛法的妙 所以构成离言妙子的公式 所以构成离言妙子的公式 不可以在语言里面打转 要去深深去体会那种不可思议的佛教的意理 佛的心是什么 意为各种的通途 哪一种统统要见性 哪一种统统要离言 哪一种都这样子 该荣光 是否是什么 那条文字 你会像我一样 那条文字 在语言里面 在语言里面 是名字 不可以在语言里面 我会像他一样 就是 那条文字 那条文字 在语言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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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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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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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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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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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